一个假日的晚上,小树蛙在家里吃完饭后,觉得肚子好撑,想要出门走走,但自己运动又觉得好无聊。 所以她打电话问狐狸猫要不要一起去公园散步。 狐狸猫思考一下后,就答应了小树蛙,它们约定好七点在学校前的路口等待。 十分钟后,狐狸猫看到小树蛙骑着U-bike的脚踏车从远远的地方气喘吁吁地过来。 等到和小树蛙会合后,狐狸猫陪着小树蛙牵着脚踏车,一起走路到学校旁边的公园环车,就准备散步了。 散步了一阵子后,它们来到公园的座位区休息。 小树蛙提出它刚刚在骑车时观察到的现象。 它发现当自己骑脚踏车时,前面的LED车灯会开始发亮,但当它停止踩脚踏车时,车灯就不会亮了。 这是为什么呢? 狐狸猫决定先帮小树蛙复习之前学的电磁感应与感应电流。 封闭线圈内的磁场产生变化时,线圈上会产生电流的现象,称为电磁感应。 所产生的电流称为感应电流。 U-Bike在踩踏时,电灯会发亮,是因为内部有装入发电机。 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,将力学能转换为电能的装置。 小树蛙还是很疑惑,他请狐狸猫再说多一点。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,其实发电机依照产生电流的方向是否改变,还可以再分为直流发电机和交流发电机。 狐狸猫决定先介绍直流发电机。 狐狸猫用手机找到了直流发电机简易模型图,向小树蛙介绍构造。 发电机中有永久磁铁,可以提供固定的磁场方向。 罗线管导线两端分别连接两半圆形的金属环,称为极电环。 电输装置在敞磁铁中能够自由转动。 电刷则是固定的装置,与电气相连接,将电流输出。 直流发电机转动时,电流大小改变,但电流方向不变。 当罗线管在敞磁铁中顺时钟转动时,因为罗线管内磁场发生变化,而使导线产生感应电流。 此感应电流是因为抗拒磁场变化而生。 所以转动时,线圈上的电流方向是会变的,要靠半圆形极电环调整输出的电流方向。 而交流发电机有两个圆形的极电环。 电流的大小与方向随时间呈周期变换,除了电流大小随时间改变外,每转半圈,电流方向也会改变一次。 原来是这样,但我怎么觉得发电机的装置和之前所学的电动机装置好像哦? 没有错,虽然电动机与发电机的构造非常相似,但两者的原理却大不相同。 电动机是利用电流磁效应。 当电流通过线圈时,利用电流磁效应与厂磁铁产生磁力交互作用而运转,是电能转成力学能的应用。 而发电机则是运用电磁感应,让线圈中的磁场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流,是力学能转换成电能的应用。 小树蛙骑脚踏车时,因为踩踏踏板,让发电机的线圈因磁场变化而产生感应电流,因此前面的车灯就发亮咯。 小树蛙回家后,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以下的重点整理。 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装置相同,都是由电梳、厂磁铁、集电环和电刷组成,可分为直流发电机和交流发电机。 相对于电动机利用电流磁效应,将电能转换成力学能。 发电机则是利用电磁感应,将力学能转换成电能应用的装置。 最后,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! 思考看看,生活中哪些用品是使用发电机原理,哪些是使用电动机原理。